随着HM集团发布声明称 不与位于新疆的任何服装制造工厂合作 也不从该地区采购产品原材料 共青团也起到了先分队的表率 率先发文对其跑轰 之后各大电商平台下架HM商品 众多国内艺人纷纷发表声明 表示与其终止合作 今天跟大家聊一下 我们为什么要对HM如此大张旗鼓的轰击 不同于瞎搞的特朗普民主党上台后 我们的麻烦从南方转移到了北方 美国对我们的打击也从物理攻击变成了精神攻击 虽然精神攻击无法体现幕后超盘者的强大 但是使用起来却非常的毒辣 譬如搞西北 既可以在人权问题上团结欧盟 又可以在宗教问题上团结中东 实现对中国西侧的包围网 譬如搞东北 既可以从核安全的角度团结日韩 又可以从经济安全的角度 威逼东南亚实现对中国东侧的包围网 反之 就像在特朗普时期聚焦在南方岗时 无论是东侧的港台还是西侧的中印边境 本质上都是组权问题 都是美国门友们不大乐意谈的问题 毕竟 这几年欧盟被英国脱欧搞得是焦头烂尔 而英国脱欧后也将面临着苏格兰独立危机 西班牙的前代者加泰罗尼亚一直在谋求独立 意大利最富庶的伦班地威尼斯也一直在谋求制制公投 甚至欧盟总部布鲁塞尔所在的弗拉蒙 也对脱离比利时蠢蠢欲动 经济发展好的时候 很多矛盾都会被淡化 可是一旦出现经济危机 需要搞转移之府 那么被加税的富裕地区就会出现激烈的独立倾向 就像上次欧债危机一爆发 经济优渥的英国人就不想待在欧盟了 占据西班牙四分之一GDP的加泰罗尼亚 占据意大利三分之一的GDP的伦巴蒂威尼斯 占据比利时GDP二分之一的弗拉蒙 也都瞒着搞独立和自治 所以维系着脆弱平衡的欧洲老爷们 绝不会在国家分裂的问题上挑吃 只会选择性的装糊涂 能糊弄就给糊弄过去 毕竟疫情以前泛出来的水 必须是要靠对民众加税受输回来的 更不要说美国的中东门友们 至上一次阿拉伯支撑后 多了个中东主要国家 都陷入到了分裂与内战当中 还有各方都不会承认的库尔德兰问题 他们也绝对不会在这挑衅 但是就像土耳其的经济 已经先报违禁那样 全球的大佬们为了自己不被国内清算 都需要对外寻找转移矛盾的地方 这时在人权领域挑吃 就变成了一个很好的选择 经济危机受到冲击的主要群体 就是中低层民众 他们的诉求不外乎就是增加工资 减少压榨 此时树立中国的恶劣形象 很容易让底层民众 找到愤怒的发泄点 都是在试图利用意识形态 来输出国内的危机 而拜登政府 则很聪明地认识到了这个问题 不断利用美国的全球影响力 与盟友的协助能力 盯着中国的人权和宗教问题打 相比于特兰普 挥舞的玩八拳看似威力巨大 但是造成不了多大的伤害 拜登政府的策略更像是杀人诛心 偷偷的几个小动作 就能够让几个月前 还跟我们火热的欧盟重拦降温 明白了背景 就明白了我们应该怎么做 战略上 我们最好还是避免进入到 布林肯政权的预设阵地之上 就算是无神论的中国人 跟西方人争论基督教 在人权领域越撕 我们就会越陷越深 最好还是你打你的 我打我的 搞我们擅长的经济制裁 而战术上 我们挨打了 不可能不反击 否则就会被瞪鼻子上眼 其实 我们就要像被一群小混混群凹的时候 最好的战术就是 把冲在前面的一个弱鸡 先挑出来 往死里打 所以为了我们自己 一定要选择一只跳得着的出头鸟 释放我们的狂风暴雨 所以很遗憾 HM你被清定了 昨天开始 HM在中国名声暴涨 晚上几乎是滚动式的刷屏状态 不过HM这次是臭名原样 知名度越高 离铺街越近 该公司3月20日 在官网更新了一份 禁止声明称 我们不与 不与新疆的任何服装制造工厂合作 也不从该地区采购产品原材料 理由是所谓的人群问题 实际上 早在去年9月16日 HM就发布过类似声明 并宣布将在一年之内 中断与中国防沙行业巨头 华湖公司的业务关系 因为华湖公司 死愿的是新疆棉花 HM集团虽然是个跨国集团 但本质上就是个卖服装 顺带卖点化妆品的生意了 在西方制造涉疆谣言 针对中国进行政治攻击式 他却主动地跳出来配合 还跳得那么高 忽然抵制中国新疆的棉花 这种喷嚏就属于是自杀性喷嚏 因为正常喷嚏呢 都是以不被撞死为原则 网络时代 HM被骂上的热搜 是分分钟的事 他在中国离扑街也不远了 或者说已经扑街了 淘宝 京东 拼多多都已经先后地将该品牌下架 黄轩 顺倩 腊木 杨子等艺伦 也宣布终止与HM的广告合作 离实体店关门估计不远了 HM中国今天发布声明回应称 HM集团一贯秉持公开透明的原则 管理我们的全球供应链 确保全球范围内的供应商 遵守我们的可持续发展承诺 如经合组织负责任的商业行为准则 并不代表任何政治立场 加一开始一如既往的中重中国消费者 致力于在中国的长期投入与发展 反正就是死不认错 一副死猪不怕开水唱的样子 HM真的把自己当保了 HM的管理水平和服装质量都跟地摊差不多 经营手段下来都是两滴一块 价格滴 质量滴 更新快 最有价值的部分就是树立品牌 尤其是在一些中国消费者的眼中 杨品牌往往意味着高端时尚 HM最主要的市场在德国 而不是瑞典奔兔 90%销售额来自海外 中国是其扩张最快的海外市场 不过经过这次分拨后 它在中国市场扩张之路也走到了尽头 今天多家主流媒体发文怒批HM 连团中央都连发了两条微博送它上路 在HM这场碰瓷闹剧的背后 站着一个更恶心的玩意 瑞士良好棉花发展协会 这层是一家非盈利的公益性的国际机构 致力于改进棉花种植方式 推广棉花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使得良好棉花在全球范围内 成为主流的可持续发展的大中商品 简单说就是一家行业NGO组织 制定标准轮断棉花采购渠道 本质上就是服饰鞋帽行业的寄生宠 等做大了以后就是吸血鬼 当瑞士良好棉花发展协会宣布 至2020年十日起终止平台企业 进口新加棉花后 现在有这么多家 各国服饰鞋帽类的企业在跟分 包括优衣库、阿迪、耐克等 今天安踏公司已宣布退出该协会 摆脱被其绑架的境地 那些国际知名服饰鞋帽类的品牌 正被瑞士良好棉花发展协会绑架 有的在海外网络平台宣布跟进 而在中国境内不做声明 有的还在观望 像安踏尔这样宣布退出该协会的是头一个 不过像HM如是高调而积极的 也是头一个 HM方面仍然死死地抱着价值观 人权等 西方政治招牌不犯 他们只是台前的小丑 幕后黑手在华盛顿、在伦敦、在布鲁塞尔 然而无论哪家企业准入这一场 针对中国的攻击行为 它都必将付出沉重的代价 甚至是十数年的市场耕耘会于一旦 HM既然给自己做好了棺材 那就助他走得安详了 请你再多谢观看 请你再订阅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